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所有小夫妻一样 不上班的日子 逛街看电影 吃饭 大都是简单做一下 或者在外面餐厅吃 所剩不多的家务活 其实都是我干 洗衣服 打扫房间 做简单饭菜等等 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使然 也许热恋中的女人多少有些母性 所以我做得乐此不疲 老公开心享受 每天只负责动嘴夸我 动手发红包奖励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常态的家庭 不出意外 过不了几年 我们也会变成同事们吐槽的模式 女人辛辛苦苦干活带娃 男人舒舒服服 沙发葛优堂 我意识到这一切不对劲的时候 是结婚后半年左右 婆婆来家里小住了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 我们和平常一样 没有太大变化 白天各自上班 中午我和老公都吃食堂 不回家 晚上回家我做饭 我们正常 不过的生活模式 遭到了婆婆的吐槽 老公的单位离家特别近 我的单位离家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早上没有时间做早饭 婆婆有点不满 她说 你没时间做 你可以下楼买点健康食品 那时我还年轻 把人心想得简单 单纯以为婆婆只是建议 于是我认真回答 妈 早上我随便吃点就行 让刘军上班前给您买点哈 中午我根本不可能回家 各自吃饭没什么问题吧 婆婆有一天讲笑话给老公听 刘军 咱们院里的澄澄 她媳妇早上就把米饭焖锅里 菜切好 我再傻也听出不对劲了 但我当时就对回去了 刘军这发小 手有问题吗 没人做饭会饿死啊 我的话把婆婆气得嘴角下垂 立即回房睡觉去了 每天下午 我下班回家 常常都七点了 刘军和婆婆就坐在客厅里等着我做晚饭 刘军以前等着 我从来没觉得过什么 但现在 婆婆也等着 我心里是有点不满的 但还是那句话 婆婆只是做客 我也处于恋爱脑状态 我不想给婆婆留下太坏的印象 尤其是我还对过她 我还有点害怕的 怕婆婆觉得我是不好的媳妇 那会儿我做饭手艺还不高 怕慢带了婆婆 每天都会买点熟食或者现成的菜带回来 没想到 这也给婆婆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除了做饭 还有洗衣服 打扫 每天吃完饭洗饭完毕 几乎都快九点了 我有力气了就把衣服塞进洗衣机 没力气就洗洗睡了 有时候我会叫老公去收个衣服什么的 老公有时候去 有时候撒娇发个红包给我 让我去 扫地拖地 我常常喊累 让刘军帮忙 刘军懒得要死 婆婆在的那两周最多干过一次 这也被婆婆记在了自己心里的小本本上 婆婆在那个周末为了做个好儿媳 我和刘军带着婆婆在城里城外好好逛了逛 吃了很多有名的饭店和小吃 没想到这些精心安排 孝顺她的环节 最终都被她扭曲得不成样子 我和刘军再正常不过的小两口日常 不 应该是我一个小女人 保姆是贤妻良母的日常 也被婆婆当作我的缺点 用来批评指责我 谁知 婆婆回去后 老公无意中给我传话说 我妈这次来考察咱俩的生活 说你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懒 老公是笑着说的 她大概觉得是个有趣的事情 可是我听了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是 婆婆凭什么来考察我们的生活 而且明明只是考察我一人 二是 婆婆凭什么说我懒 家里更懒得难道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吗 要知道 刘军在家几乎不干什么呀 结婚前我们都是家里的宝贝 我又干过多少家务呢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异 要不大家怎么都说 男人至死是少年呢 他们不会因为婚姻而快速改变 不会因为有孩子而迅速成长 而女人从恋爱起 就快速的进步 与适应着新的角色 话说回来 老公说完后我倒也没爆发 只是心里不是滋味 难受 却理不清头绪 过了几天 另一件事让我愤怒了 婆婆给我妈打电话 委婉提出我好吃懒做的缺点 要求我妈稍微敲打我一下 她说 刘军太惯着我了 我懒得不做饭 不收拾房间 不洗衣服 刘军要给我发红包我才做事 还说 我只知道四处搜了好吃的 不亲自做饭 婆婆竟然跑到我妈那里去告状 我心里宛如一万头草你妈跑过 我妈当然是支持我的 但是她也是个传统的人 依然欠我要好好过日子 不要大手大脚 我们夫妻的小情调 为了孝顺婆婆多花的钱 在她眼里竟然是我好吃懒做的证据 她怎么不管管自己的儿子 我当场对着老公发作了 老公舔着脸哄我 妈那不是担心我们吗 再说 咱们又不一起住 你何必往心里去呢 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我当即要跟婆婆理论 老公劝了我很久 才阻拦了我的行为 那时我就逼问老公 咱俩谁比较懒 既然她不愿意让我跟婆婆对质 那么她必须给我个公道 老公承认了婆婆的偏见 整整一夜我才消了气 我气婆婆的多管闲事 更气婆婆的偏见 最气的是 婆婆的这种观念 老公是接受的 甚至我亲妈 竟然支持我 也认同 女人应该做饭洗衣 我想了很久 悄悄展开了老公改造计划 不得不说 调教老公一定要趁早 当婚姻的模式固定下来 改变那就太难了 我工作单位离家远 我要求老公晚上到家 必须准备好饭菜 至于准备什么 她自己看着办 老公不置可否 依然她在沙发上等我 她用的借口 估计所有女人都听见了 我不会啊 我坚决不做 但为了防止她 天天给我泡方便面 我提出要求 她洗碗 或者拖地 洗衣 我就做饭 如此一段时间后 老公就慢慢养成了 分担的习惯 然后 我刻意叫她进厨房 备些简单饭菜 有时候 男人们觉得 不会做的事情太可怕 不敢上手 一定给他们一个 逐步进步的过渡 婆婆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小助 名为做客 实则 监督我有没有进步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每次婆婆来 怎么吃喝 我全权交给老公安排 也坚决不在婆婆面前 表现勤快 上次我那么努力 都被她认为懒 我何苦要改变她心里 我的形象呢 婆婆不是那种强势之人 她见我不吃背后 劝说那一套 也不敢当面指使我 她使用了第二招 以身作则 于是她亲自做饭 洗衣洗碗 但是每次做家务时 都叫我来给她帮忙 我一概拒绝 并喊刘军去帮她妈 为此 刘军跟我吵过几次 内容无非就是 我要孝顺她妈 要给她一个大男人面子 我毫不让步 心疼自己亲妈 为何不自己帮忙 我帮你妈 你就有面子 什么逻辑 我继续坚持 孝顺亲妈 跟自己懒惰 两个概念 该谁做的家务 谁做 刘军 无法说服我 只好自己上阵帮忙 婆婆当然心疼她 那是他们娘俩的事 反正我坚决不做她份内事 婆婆见这一招 也无法改造我 开始了第三招 洗脑攻势 这一招 她主要在我月子里用 我生了儿子后 婆婆和妈妈都来照顾我 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 婆婆其实不做什么 她觉得我平时那么懒 就该我妈替我还 当了爸的刘军 开心的忙里忙外 对我被家呵护 只要刘军进厨房 或者干家务 婆婆就泪眼婆娑 站在我面前 唏嘘她儿子命苦 我只静静看她表演 坚决不配合她表演 天地良心 干点家务活 能憋屈死英雄好汉 婆婆还当着我和我妈的面 给我洗脑 她问我 你儿子将来 如果也这样受累 你当妈的心情能好受吗 趁得孕期 激素作祟 我怒了 她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难道我一个产妇 起来亲自烧饭洗衣 解放我老公 这种伟大 会有人给我颁奖 婆婆不说话了 刘军那时基本习惯了承担部分家务 也指责婆婆不会说话 是啊 我只是要求刘军做该做的事情 又没有欺压虐待她 婆婆的传统观念 真是根深蒂固到让人讨厌的地步了 后来就如大家所见 婆婆的招数一个都没成功 我把刘军改造成了大家眼中的好男人 她尊重我 绝不会因为我没有做饭洗衣而命令我 她能主动分担家务 家里晾衣服拖地都是她干 修理东西等等 男人擅长的活也非她莫属 她自己的内衣袜子 我也坚决不帮忙洗 我愿意的时候 就主动做大餐 做多少天都没问题 但是她必须洗碗收拾厨房 其实与结婚初期比起来 现在的我更懒 婆婆当然更加看不惯 传统观念课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 每次她想跟我唠叨 我都神神秘秘一笑 那 是你说我懒 我肯定要坐实这个罪名呀 你说的肯定不能错呀 婚姻礼 家务本来就不是女人一人的义务 那些老传统早就该从行动上丢掉了 姐妹们也千万不要母性泛滥 觉得为所爱的人下处洗衣 是一种情调 只要我们坚定 老公和婆婆自然会慢慢适应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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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